福布斯顾问报告将我国首都列为东南亚第五个最危险城市 引起内政部的高度关注 内长纳杜斯里塞夫丁今天出席部门每月集会后向媒体表态 2024年全球和平指数将大马列为全球最安全国家第十名 和福布斯报告有所冲突 但是内政部将审查这份报告 同时携手警方保障社会安全 赛福丁提及全球和平指数的衡量标准 考量到犯罪指数是否发生流血冲突 人均补助金以及环境安全 是一份相对全面的评估报告 不过他还没有研究和了解福布斯顾问报告 并不是否认这项排名 无论分析结果如何 塞夫丁强调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 是政府和警方的首要责任 人均补助金 宁肖前 人均衡 宁育